现任的纽约市长亚当斯 他是因为联邦罪行遭到起诉 也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 在任期间就遭到起诉的纽约市长 不过这一个他是警察出身的非裔纽约市长 在得到起诉之前 他就已经发表了公开声明 他希望可以自证他自己的清白 好可以看到他是自信满满 坚称自己绝对是清白的 他是纽约市110位历任的市长当中 第二位非裔市长选前 他曾经宣誓要上任之后 就要降低犯罪 让市府走向专业 不过他的任期不到三年 就传出蛮多危机的 传出说他有滥用亲信 还有他的高官涉贪滥权等等的丑闻 也导致纽约市的警察局长 首席法律顾问以及卫生总监 在9月中的时候是陆续辞职 而根据纽约时报的进步的报道 亚当斯的案件会以密件的形式来进行来处理 检察官是以这个罪名来起诉 纽约市长到底是哪一个详细的罪名 目前是不得而知的 而纽约州长依照规定 其实也可以要求亚当斯下台的 不过显然他本人目前没有这个意思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我感谢您好 你 便愿 你